本讲介绍 PLC 与除摸屏的仿真实验 首先介绍人机界面的变量 HMI 也就是人机界面 它的变量分为外部变量和内部变量 外部变量是 HMI 与 PLC 进行数据交换的桥梁 是 PLC 中定义的存储单元的印象 它们的值随 PLC 程序的执行而改变 HMI 设备和 PLC 都可以访问 HMI 的外部变量 HMI 的内部变量存储在 HMI 设备的存储器中 与 PLC 没有连接关系 只有 HMI 设备能够访问它的内部变量 内部变量用于 HMI 设备内部的计算或执行其他任务 内部变量只有名称 没有地址 这是项目 PLC HMI 的人机界面的默认的变量表 这里的连接表示这些变量都是 HMI 的外部变量 HMI 通过 HMI 连接和 PLC 连接 这是对应的 PLC 的名称 一台 HMI 设备 同时可以和多台 PLC 通讯 用 PLC 的名称来区分 是哪一个 PLC 的变量 现在打开 PLC 默认的变量表 在这个变量表中 启动 启动按钮和停止按钮信号 来源于人机界面的画面上的按钮 用人机界面画面上的指示灯 来显示变量电动机的状态 在 HMI 默认的变量表中 用下拉式菜单 将访问模式 由符号访问 改为绝对访问 为了减少显示的延迟时间 将变量电动机和当前值的采集周期 由默认的一秒改为100毫秒 如果还没有生成这些变量 可以单击 PLC 变量这一列 在单击出现的隐藏的按钮 打开 PLC 的变量表 双击 PLC 变量表里面的某一个变量 就可以把它复制到 HMI 的变量表中 在主体画面上的元件的时候 如果使用了 PLC 的变量表中的某个变量 该变量将会自动的添加到 HMI 的变量表中 这是 PLC 的 OBE 中的程序 主台 CPU 属性的时候 设置 MBE 为系统存储器自己 首次扫描的时候 M1.0 的常开触点接通 木屋指令 将变量预设值的初始值设置为10秒 变量预设值和当前值的数据类型为 Time 在 IOU 中 它们被视为以毫秒为单位的双整数 T1 是接通延时定时器 T1 的背景数据块的符号地址 定时器 T1 和它的输出位 T1 点扣的长臂除点 组成了一个锯齿波发生器 运行的时候 T1 的当前值 在 0 和它的预设值之间反复变化 此外我们用两个按钮变量来控制变量电动机 WCC 的运行系统 用来在计算机上运行用WCC 的工程系统主台的项目 还可以用来在计算机上调试和模拟编译后的项目文件 我们将 PLC 和 HMI 集成在同一个项目中 可以用 WCC 的运行系统 对 HMI 设备仿针 用 PLC 的仿针软件 S7 PLC SIM 对 PLC 仿针 同时还可以模拟 HMI 和 PLC 之间的通信和数据交换 这种仿针称为集成仿针 为了实现集成仿针 打开 Windows 7 的控制面板 将它切换到所有控制面板向 双击打开 其中的设置 PG PC 接口 这是西门子的控制产品 用来设置计算机的通信接口的对话框 首先选中为使用的接口分配参数 这个列表中的 PLC SIM S7-1200 S7-1200 TCPIP 在应用程序访问点选中了 S7 Online Step 7 PLC SIM S7-1200 S7-1500 TCPIP 单击确定按钮 用这个按钮确定 再关闭控制面板 选中项目书中的 PLC 下滑显1 单击开始仿针按钮 出现了 PLC 的仿针软件 将程序下载到仿针 PRC 仿针 PRC 切换到 RAN 模式 在选中 项目书中的 HMI 下滑显1 单击工具栏上的 开始仿针 按钮 启动 HMI 运行系统仿针器 这是 HMI 的仿针面板 现在我们适当地调节一下 由于 PRC 程序的运行 画面上定时器的当前值 从 0 秒开始不断增大 等于预设置 10 秒的时候 又从 0 秒开始增大 按下启动按钮 M2.0 被指为 E 状态 由于 T 性图程序的作用 变量电动机 扣 0.0 变为 E 状态 画面上的指示灯 点亮 放开启动按钮以后 M2.0 变为 0 状态 单击画面中的停止按钮 M2.1 变为 E 状态 松开以后变为 0 状态 指示灯熄灭 单击画面上预设值 右侧的输入输出 IOE 用出现的数字键盘 输入数据 6.0 按回测键以后 预设值 右边的输入输出域 显示 6.000 秒 动态变化的 当前值的上限 变为 6 秒 现在 当前值 是在 0 秒到 6 秒之间 不断的变化 变化